我們現在來認識一下這個Smart開發板 在我們簡報第21頁這裡 Smart開發板上面呢 它所有板子本身 它已經幫我們加了三個元件 你看有沒有 左上角一個三色燈 有沒有 有 還有一個光敏電阻 有 右手邊光敏 下面 這個還有一個很小的按鈕 這個你們在看可能比較不是 就是一般會覺得不是那麼好按 有沒有下面這裡有一個 這樣 這樣還蠻好按 我們手很粗 這樣很難按 好 再來光敏電圖在這裡 光敏電圖 好 所以呢 還有什麼 我們順便看一下這裡 它 你看有沒有電源 VCC就是5伏特的 5伏特的 3.3 有沒有兩個電源 但是因為這個板子比較小 所以它只有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只有一個GNT 對 好 再來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腳位 比較少一點 有喔 嗯 那你有注意到 有的是不是有毛毛蟲 對 有三個有毛毛蟲 但是這三個毛毛蟲 它基本上 這腳位跟三色LED共用 所以有沒有發現它後面有告訴你說 欸 這裡 跟哪一個顏色共用 所以如果 你在接線的時候 你有接到這邊的話 你的設備會 可以用以外 這個燈也會跟著亮 因為等於是 串在一起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一般我大部分 大部分我都是 比較沒有用這幾個 就是用我們一般講的數位的就好 對 這樣清楚了齁 好 那你清楚了之後呢 我們就真的來插上去看看喔 開插 對 你可以用 但是你先看我的 好你先看我的 嘗試 對 當你接上去的時候呢 接上去的時候 紅燈會先閃爍幾次 它會連上我們這邊Wi-Fi 好 連上這邊Wi-Fi 那如果連線成功 它熄滅之後 亮綠燈就會熄滅 就一直熄滅了 如果你的是一直亮紅燈 就表示它沒有連上我們這邊Wi-Fi 你看我把它打開一下 有沒有開始亮 先亮起來對不對 有沒有開始閃了 有 好閃了之後 它會先接這邊Wi-Fi 喔 有沒有變綠色的 表示我的已經接成功了 如果你是一直亮紅燈 就表示不OK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 好 插哪一個 插前面或插後面有沒有插 USB 插前面或後面有沒有插 當然沒插啊 你是借電而已 對 好你是來借廁所的齁 對 玩課之後 我離開你們插電 一定會亮紅燈 OK 這樣知道嗎 知道 只有我在的時候才會 才會沒有亮紅燈 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你們現在是連到這一盤 對 我回家我當然就再走啊 好 我們就是有一模一樣的 有一模一樣的 不會通 因為名字不一樣 所以呢 這裡有一個初始化的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齁 但是以現在來講各位是不需要做啦 可是 欸 這個部分應該是要交給季老師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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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欸 要給他來處理齁 因為 老師到時候要把它設定成 我們學校這邊的 所以你們 來這個教室用的時候 這樣才會 就會通 因為不要忘記了 我們WebDuner走的是什麼 Wi-Fi 沒有 你有 這個教室的線路沒有用 必須要透過這個Wi-Fi 所以 你可以看一下齁 這邊 原則上呢 你可以用手機 也可以用什麼 也可以 就是一般的電腦或Nodebook都可以做 對 好 那你看我們下面這邊 你在電腦上或手機上 是不是會出現 找到那個無線基地台是哪一台 好 那 你的無線基地台是什麼名字 各位 剛剛那張紙 還記得嗎 還記得 我們上面不是有兩個號碼嗎 所以呢 我給你看我的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我們說寵物的名字是下面嗎 對 無線基地台名字就是上面 上面 就是SSID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每一台 WebDuno 都像是一個什麼 無線基地台 所以你在插進去之後 如果 你的手機 有帶的話 你把無線網路打開 你會發現 好多W什麼什麼開頭的 你們剛剛好像都是W開頭的 對 你會看到至少24個 真的耶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你的是哪一支 就是跟你那個盒子上面那一支一樣 對啊 這樣了解 所以你找到那一個 但是你現在先不要做啦 現在先不要做齁 就是 很多對不對 那你就按連線 那預設呢 連線的密碼是 真的三十五十八 對 大家都一樣 現在出廠大家都一樣 齁 就是 透過這個就可以連到你的那一台裝置裡面去 可以連接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那連進去成功了之後 他會告訴你 無網際網路嘛 這正常的 對 好沒有網際網路沒關係 但是呢 你打開你的網頁 輸入這個網址 192.168.4.1 好 就輸192.168.4.1 手機上也可以用嘛 都一樣 那輸入了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像我下面這個畫面 有沒有 192.168.4.1 有 好 上面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要輸入什麼 學校的 這樣你了解嗎 懂 學校的這個地方的教室的無線ID的名稱跟密碼 那你的ID deviceID是不能夠換的 對 就是每一台都是唯一的 這是唯一的 但是你的那個 無線基地台的名稱跟密碼是可以換 當然我建議各位先不要換啦 因為你換了季老師就麻煩了 對 他會找不到而已 哈哈 所以你們 今天我們不動這邊 不動這邊 就是你現在進去 假證你有進去的人 會看到這邊都是空白的 空白的就是預設的人會連到前面這裡 因為我這人跟他一樣的 但是呢 就是這個地方要修正一下 如果你好了按下送出 這裡會送出 他就會告訴你我儲存成功 好如果有儲存成功 那就沒問題 這樣下次呢你的開發板 開發板在插電的時候 他就會連到你指定的那個基地台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記得齁 我上完課走了 就要交給季老師處理齁 哈哈哈哈 哈哈 ok齁 好 所以我下面有再稍微講一下齁 稍微講一下 因為 季老師這邊已經幫各位 就是都有弄這個 device ID的 如果你是自己上網去買這個東西的話 他就必須要先做完線上任你的更新 才會有這個ID產生 對 而且會比較長 至少應該是八到十位數 會比較不好記 這個是大家留意一下的